大家好,我是真实局 1937年8月13日 上海松户会战爆发 此次会战历时三个月 中国虽然在兵力上三倍余低 最后却也落到个惨败的局面 上海沦陷,南京沦陷 鬼子制造南京大屠杀 这就像连锁效应 一不输,不不输 唯一值得庆幸的 便是70万中国士兵的殊死奋战 为政府迁都重庆赢得世界 粉碎了日军闪电战的计划 让中国再怎么输 不至于被灭国 也就是这个迁都重庆的决策 一开始就折射出了 国民政府只把松户会战 定性为对抗局 而不是生死局 没有想着在此与日军一决此雄 而是利用其拖延时间 这也注定松户会战失败的结局 好听点说是避其锋芒 难听点是溃败的晚点 本期视频真实军就和大家聊一聊 松户会战惨败 到底是真的打不过 还是另有他一 如果我们现在从上帝视角看这场战役 不难发现 一开始这场仗其实是有胜利希望的 上海自1932年和日军交战失败后 便成为了不射方地区 简单理解 就是中国军队不得住扎在上海 所以在开战前 上海市区内只有上海警察总队和江苏保安部队的两个团守备 而日军方面有第三舰队所属的海军陆战队3000人 七七事变爆发后 为了拱卫首都 第二天国民政府就任张志忠为警备司令 紧急派了驻苏州的87师 驻无心的88师及在户的几个保安团 还有第20补充旅近5万人进入淞沪地区备战 论调兵的速度 日军显然是要慢一派的 我们直接从临近的城市通过卡车火车运输一两天就能到 而日军只能从日本本土或者华北通过军舰来运输 此时的我们是有先手权的 以当时中央军的实力 对付区区日军3000人海军陆战队还是手拿把掐的 所以在7月30日张志忠就给南京政府提出了先发制敌的建议 趁日军大部队稍微登陆集结 趁照攻取上海市区及重要海港口 以疫代劳 把我军的陆地攻防站转成日军的抢滩登陆攻防站 这样下来胜算尤为可知 南京政府给出的回应应有先发制敌 但后面紧跟着还有一句 但时机应待命令 双方此时在松户地区剑拔弩装 我们相对日军准备是更为积极充分的 而这句时机应待命令 无疑是给了日军一个喘息的机会 错失了第一个良机 到了8月9日 两个日本士兵骑摩托车越过中国保安队警戒线 往上海虹桥机场方向极致 并向守卫开枪 中国保安队员被迫还击 并击毙两名日军 这就是所谓的上海虹桥机场事件 此次事件发生使上海局势顿时紧张 驻扎在上海日军以此借口向中方提出了两个条件 第一撤出驻上海部队 第二拆除上海防御工事 国民政府肯定拒绝 也意识到日军制造红桥机场事件的目的 就是准备给大局进攻上海做铺垫 于是命令各个部队马上进驻上海市区及外围阵地 包括上海周边的海防 江防等进行部署 在部署完毕后 张志忠本想准备在日军援军赶到之前 趁机不备 将在户日军一举歼灭 先把上海整个拿下 再等着日军来攻 但南京方面再次派来一封不得进攻的命令 使军事计划搁置 让日军有了从容部署的机会 再次痛失第二次良机 直到8月14日 才得到命令对日发起总共 战斗期间也是打打听听 中国部队一意待劳 本可以在前期直接将在户日军 及附近军舰赶出去 但皆因指挥失利而频频措施良机 直到8月23日 日军两个甲总释放的增援部队登陆 使整个宋户战局瞬间逆转走向下坡路 如果说前期的中央军 还能跟日军打得有来有回 但当日军的增援部队赶到后 败事就已经显露 从国防联席会议以后 我方就从全国各地调兵赶赴战场 但各个省份的部队由于运输条件有限 并不是一起赶到战场 从而形成了天游战 谁先到谁上 这是兵家大计 虽然我们参加会战的有70万部队 但只能一轮一轮的上 甚至有时候对阵地的防守 还会出现兵力不足的情况 如果真的是70万部队一起集体到户 集体对日军展开进攻 胜负也尤为可知 对于电影《八百里》有一句台词 我印象非常深刻 对他的印象深刻 是因为这句话很写实 当时的中原军装备 虽说比不上日军 但跟各省份部队相比 确实好太多了 他口中的杂牌军 讽刺的并不是兄弟部队的勇敢问题 而是手里的家伙不够硬的问题 这也是当时无法避免和解决的 且先不说日军有飞机军舰配合 光是单兵素质及武器装备 就让来自各省的兄弟部队无可奈何 日军仍可以跟在坦克后面来协同推进 而我们只能用搭人体的方式进行爆破 用血肉之躯来抵挡敌军坦克进攻 在关于双方军力这方面 真实军不享受民族情绪去做美化 实话实说 中日当时战力确实不在一个层面上 日军对于松河会战派遣了25万的精锐步兵师团 还有130多艘船舰 480多架飞机 300多辆坦克 而五方的装备仅有17辆坦克 180余架飞机 以及20余艘船舰 70万陆军部队虽说有着满枪爆裹的热血 但热血毕竟不能杀敌 在双方巨大的火力差距下 国民政府也无能为力 只能采取以牺牲换时间的方式 尽量拖延日军进攻的脚步 有狼兵之称的贵军 在10月份最激烈的时候 三天内损失4万人 平均每天打光一个整部病史 我们回顾整个松户会战 失败的原因有很多 有指挥问题 有装备问题 也有派系斗争问题 但唯独没有临阵脱逃的问题 那些全国各自奔赴而来的中国士兵 明知此次前去九死一生 但抗击日寇保家卫国这句口号 仍驱使着每一位中国军人英勇向前 哪怕献出生命 谱写出战场上重劣的一幕幕 那松户会战的战场到底有多惨烈 三个月的战斗伤亡了几十万人 这些先列们到底都经历了什么 我是真实军 只讲真实的历史 下期咱们接着聊